赵国派兵护送公子职到燕国继位 是位燕昭王 燕昭王在位期间 与百姓同甘共苦 历经图治 招来人才 各国才是争先恐后的奔赴燕国 其中步伐名士 如五江巨星从赵国来 牟师邹衍从齐国来 屈庸从魏国来 岳翼从魏国来 燕昭王在岳翼等人的辅助下 兢兢业业的奋斗了28年 不仅国家日渐富强 而且培养了奋发图强的民风 燕国上下同仇敌忾 举兵伐齐的条件 一天天趋于成熟 公元前286年 齐国灭亡宋国 各国逐渐组建反齐联盟 公元前284年 燕昭王败寓以为上将军 倾全国之兵联合秦 韩 赵 为五国伐齐 获得大胜 五年内联下齐国七十余成 报了当年齐国入侵燕国之仇 此一后 齐国将土只剩及墨河举成二成 公元前279年 燕昭王去世 燕惠王继位 齐江田丹用反剑计 燕惠王用齐节代替越义 越义出逃赵国 后来 齐江田丹用火牛阵 攻打燕国 并收复了丢失的七十几城 齐国复国 燕惠王后悔撤掉越义 以至于军队被打败 惠王派人责难越义 并向他道歉 越义慷慨地写下了报燕惠王书 后来 燕惠王封越义之子越坚 为昌国君 而越义和燕国通好 往来于燕国 赵国之间 公元前272年 燕国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燕惠王被燕相公孙操所杀 并立燕惠王之子燕武成王 为傀儡君主 公元前265年 即将填丹征达燕国 夺取燕国的中阳金唐县 公元前258年 燕武成王去世 燕武成王之子即位 视为燕孝王 燕孝王在位期间 东周已经被秦国攻灭 燕孝王在位仅三年去世 其子燕王喜即位 公元前251年 燕王喜派国相立父与赵国结盟 并送给赵孝成王500斤 立父回到燕国后说 赵国在长平之战损失惨重 我们可以借机攻打赵国 于是燕王喜派两路军进攻赵国 立父帅一路攻打好意 清秦帅一路攻打代役 赵国派连波帅军 在稿役打败立父的军队 越胜灾代役打败清秦的军队 连波帅军包围燕国都城 燕国请求讲和 后来赵国撤兵 公元前243年 赵国派大将李牧攻打燕国 夺取燕国的五岁 方程 当时赵国多次被秦军围困 于是燕王喜派巨新率军攻打赵国 赵国派彭乱迎击 俘获燕军二万人 杀死燕军将领巨新 公元前232年 燕太子丹回到燕国 太子丹 燕王喜之子 曾经在赵国当人质 那段期间 他认识了在赵国出生的嬴政 两个人在赵国交情还不错 算是患难与共的朋友 后来嬴政成了秦王 燕太子丹却还是一个人质 太子丹对嬴政有着满满的仇视 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 公元前227年 当时秦国已经攻灭了 韩赵两国后 向燕国进军 太子丹害怕 再加上对嬴政的愤怒 决定刺杀秦王嬴政 太经科和秦武阳 携带从秦国叛逃到燕国的将领 樊武器的头颅 和燕国都抗地区的地图 献给秦国 高兴